大家好,我是百家作者,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西,周第十位君主周立王,成康之志,使天下进入到一个太平的时期,但就如所有的王朝一样,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危机,从周穆王开始,周朝的统治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, 到周立王当政时,贪财的立王为了剧烈暴力,颁布一系列冗帆的纳税政策,周立王的政策在社会中无孔不入,加重了中下层贵族和黎民百姓的负担,因此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国内从上至下的不满,对于大臣们的劝谏,不断专行的立王根本置若罔文, 依旧推行着不公平的政策,他还派手下人到民间去探访,一旦发现有人违背就抓起来重重处罚,一时间全社会怨声载道,小贵族和百姓议论纷纷,都在暗地里诅咒周立王,大臣赵公为了改善局面,就觐见说,大王,百姓们已经不能忍受这些政策了, 气愤的周立王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,让巫师打着算命先生的幌子,到全国各地去安查百姓的言论,揭发暗地里议论自己的人,被抓起来的人不由分说,一律施以重刑,体质差的人很多因此丧命, 在立王的淫威之下,百姓再也不敢议论了,人们行走在路上,如果迎面遇到认识的人,彼此只是互相交换一下,眼色或者点头示意就急忙擦肩而过,生怕被扣上非裔国军的帽子,过了一段时间,那些刺探消息的人报告,没有人议论国家政策了, 周立王听到后,非常得意地对赵公说,我已经成功消除了人们对我的议论,他们现在见面连招姑都不敢打了,赵公却摇摇头说,这是赌他们的口,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河水冲破堤坝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,而天下百姓也像河水一样,因此古时候的大雨在治, 水时采用疏通河道的方法以使河水畅通,对待黎民百姓,就应该像疏倒河水一样,让他们随时可以讲话,最适用来发表言论的,国家正式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,执行好的而杜绝坏的,这是国富民强的基础, 百姓心里所想的通过话语讲出来,国君听到后就要成全他们,实现他们的愿望,如果不理百姓的意见,国家就不会尝治久安,本来很得意的立王,被赵公述落后,心里很不满意,就不理会赵公了,赵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退出了立王的王宫, 西周时期,一个城邑通常有内外两层城墙,住在城外的农夫教,野人,住在城里的平民教,国人,随着贵族的内部分化,很多失去权势的旧贵族,和生活落魄的士族阶层,地位逐渐下降,和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杂居在一起, 他们已经和,国人,别无二致,周立王的这种恐怖政策非但没有缓解危机,反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之间矛盾,因为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虽然表面上沉默了,但心里却对立王的暴行更加深恶痛绝, 在公元前841年,被压迫的,国人,终于发起了对周立王暴政的反抗,搞经的,国人,集结起来,手持棍棒,龙具,围攻王宫,要杀周立王,惊慌失措的周立王急忙调兵浅江,一个大臣战战兢兢地回答说, 我们的士兵就是来自国人,国人就是兵,兵就是国人,国人都暴动了,还能调及谁呢? 周立王万般无奈下,带着亲信从城里仓皇而逃,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了治,最后病死在那里,暴动的国人冲进王宫后,发现周立王不在宫中, 继而就把矛头转向了立王的太子激进,赵公见识不妙,敢在国人行动前就先把激进藏到了自己家里, 国人听说消息后,就一窝蜂地冲到赵公门外,把他家为个水泄不通,要赵公交出太子,赵公为了保住周立王的血脉,便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激进, 赵公的一局使太子激进最终免于被害,国不可一日无主,周定公和赵公抓紧时间,把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开会, 大家经过一番艰难的讨论,最终决定国家正式战时,由赵公和周定公两人联合管理, 其他重要的国务则交流轻集体裁断,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周召共和,或共和行政,这种政体被称为共和, 国人暴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周立王的暴政,由于统治者疏于得志,对百姓过于残暴, 就会引起百姓以暴制暴的反抗,西州从此衰败,经历周宣王和周幽王后, 强大的西州就走上了下商的老路,好了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了, 看完这篇文章大家对周立王有什么看法呢?敬请留言, 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系作者原创,转载请著名出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